主席有請次長 請次長 次長 你這樣一路走來我想 在交通部裡面大概也是屬於你最瞭解台鐵了對不對 是 照理講應該是 我們岳部長說我們百年老店是一家百年好店 但是百年老店總是要有特產 你覺得你們台鐵的特產是什麼 台鐵有這個 便當 便當當是其中一家 還有什麼 很好的一個歷史悠久的鐵路文化 你們的鐵路文化你們百年老店的產物叫做物點 這個是已經變成民眾的這個現在好像也習慣了 也不會抗議了 因為被你們教育的很習慣了 好 你們最近也很認真在活化 感覺得出來 也比照這個我們的台鐵那個什麼 那個用了很多的這個卡通啦 什麼讓它活化 那但是除了視覺觀感你們有改善之外 你認為你們的服務品質有沒有改善 這個服務品質我想是永遠都有改善的空間啦 我們也一直都在努力 本席常坐高鐵 那也在我們的台鐵 我講兩個案例 高鐵上面你只要任何一個殘障人士進來 你就會有看到高鐵的服務人員 上下車甚至到它出口處都有人招呼 這是高鐵的服務品質 台鐵的服務品質 我講一個案例 8月19號 我們自強車181半次 從花蓮到高雄 這半次很準時喔 很準時的在台北到喔 但是呢 這座車因為也是我們現在為了服務殘障人士 我們有所謂的殘障專車 結果呢 車上這十幾個女殘障人士不敢下車 因為沒有一個脅迫道下去 你們只用了一個薄薄的鐵片 叫這些殘障人士下去 這個案子你們知不知道 這個案子我有聽說啦 不過我跟委員說明一下喔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有成立一個通用設計委員會 這個東西照理講他們會來做殘障專車 一上車你們應該就要通報 他呢人數又是十幾個人 他不是一個人 不是兩個人 那怎麼會從他們從花蓮做到台北 依然沒有人去做這個準備呢 你們的機制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了呢 我們那個鞋的這個板呢 事實上是經過很多這個身心障礙人士 跟我們一起來研究發明出來的 這個東西我在彰化我有看過 你們為了告訴我們大眾選民 說你們的很認真在服務改善 所以那一天我也特別去看了 確實啊 我們的行李車廂它有一段變成 可以弄成我們殘障人士的專用的安全的啊 沒有錯啊 那你們確實也有那個板子啊 那為什麼在這裡會出這個狀況 你們的工作人員是視而不見嗎 十幾個殘障人士過去你們視而不見嗎 你們不知道這是服務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嗎 我想我們這個還是有改善的空間啊 你們的通報到底哪裡有問題 還是我們的台鐵的工作同仁沒有這種服務的觀念 我想這是你們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啊 你們的每年的員工訓練到底在訓練什麼 你們服務的那個熱誠度你們怎麼去激發 外界一直認為說我們台鐵 最大的包袱應該是人事開銷 也就是我們資深的員工很多 你們如何去讓這些資深的員工 把那個熱情服務的熱情拿起來 這個東西你們有在做嗎 我看你們好像也鞭了要出國 一年出國一百多萬 我們的教育訓練是一直都持續在進行 可是為什麼會成這樣呢 我們想我們還是要加強 事實上我們的通報系統是有的 而且也是跟很多這個身心障礙朋友討論過 姑且不論你們的那個弊案什麼的 我單單看最近好了 12月9號到12月15號啊 你們幾乎每天都火車在霧點啊 然後呢事情一堆幾乎每天都有 不是臥鬼不是撞死人 不然就是什麼電車線老舊火車老舊故障了 我們怎麼對民眾去交代啊 你們有沒有考慮台鐵公司化 會不會是你們應該要做的 我跟委員報告 拿這個高鐵跟台鐵比是有手差距的 譬如說高鐵70%的路段是高價 它不會有像這種平交道的事故 你們現在平交道不是都有請人在顧了嗎 那個沒有辦法全部 我們全國來講的話一共還有160 所以那個要去自殺臥鬼的人 要去撞的人他都有調查過 你們哪些地方剛好沒有人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的 等於辦開放式的 那有關於你們的器材老舊的部分 你們怎麼克服 你們每年也編了很多錢啊 在維護這些東西啊 那到底你們是怎麼維護的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台鐵的這個車輛有一千多輛 我們大概過去這個四年來 五年來呢 我們也是 可是你們說你們一千多輛 我看你們自己完全 好像想到什麼去做什麼 你們自己的軌距多大 你們訂車要訂多大 還會搞到新車交車 然後去卡站台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沒有一系列的在做規劃啊 想到有錢多少做多少 然後呢 能夠有什麼空間 就去拼什麼空間 這個都是有整體規劃的啦 有整體規劃 怎麼會考到你們會考站呢 市長 委員講到這個車輛老舊也是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努力 努力吧好不好 再來我再請教喔 聽說你們台鐵員工都有一個優惠喔 一年有編了一千四百萬補助員工的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票的優惠是不是 然後你們員工又有所謂的優惠購票憑證 有這件事情嗎 這個是員工建署喔 大概是 用四成的這個票價 那你認為合理嗎 我們一年平均下來 根據我們的統計呢 你認為合理嗎 平均一個員工大概就是補助他一百萬 你站在行政機關 你認為這樣合理嗎 我想這個是行之有年 而且我跟委員報告 他有站 他站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喔 部長 大概平均一個員工大概就一百六十七塊 一年大概一百六十七塊 一年一百六十七喔 是 你一千四百萬我把你們一萬三千多個員工去算不是只有這樣 平均是一個人一千一百耶 再來我再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所謂的員工優惠購票憑證 就是這個 就這個一人二十張 是 是嗎 二十四 我跟你講有人跟本席檢舉耶 你們那個二十張有人用戶備的耶 上車都是這樣拿的就上去耶 他可以用N次耶 那這個東西你們怎麼查掉 那是過去式啊 我們現在都用電子票證 人家就在檢舉你還在過去式 我當立委不過這段時間而已 你的過去式是多久的過去式 我現在馬上要上線了 要上線 你們我不反對你們給他們額外的所謂的優惠票券 但是至少你們讓他電子化嘛 是是是沒有錯 對不對 你讓他電子化嘛 你那一張copy了 然後不斷一次兩次 那二十張可以二十個人用耶 你們去年來我再問去年你們查到 查到積合的東西有問題有幾件 是有查到 幾個 有幾件我倒忘記了 你們認真查還是不認真查 你有沒有像高一點這樣 一台機器進去怎麼樣怎麼樣有沒有 那個我們的補票機現在也改善要希望有這個自動化的功能 怎麼樣自動化功能 你們現在預計多久會做出來 這個應該是第四代 啊 第四代現在已經開始在做規劃了 大概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 所以過去做三代都沒有做好 第四代你認為會做好嗎 這個應該是跟著這個電子技術 大家辛苦我們絕對不否認啦 但是第一個熱誠度一定要把它拿出來 是謝謝 第二個 開我們台鐵的油的部分你要抓出來 該給的福利 我認為我們的薪資並沒有 你們的薪資比例起來 已經比一般的企業好很多了 所以不該開台鐵的油就不該開全油 全民的油 這部分該去處理要去處理 好不好 再來啊 我看你們為了做企業形象啊 你們也用了幾個流浪漢在做清潔工作啊 那我想請教效果如何 這個部分是我們這個台北車站的 效果好不好 外包的廠商 他來做的 基本上是至少 也是外包 也就是這些流浪漢到這 你們要求這些外包廠商 去雇用這幾個流浪漢 倒不是說我們要求他 因為是這個業者是非常的 有愛心 有愛心 好 他把這些油民把它轉化為清潔工 好 那再追蹤一下 如果效果不錯的話 是是是 你們各個這樣也可以比較 不會繼續來做 但是問題是民眾常常在做 台鐵的民眾又在反應啊 你們全台灣的這個廁所啊 大概就只有台北站還好一點點啊 連新蓋好的走過去都還會有錯位喔 那你們這個衛生的東西怎麼樣去改善啊 我簡單跟委員報告 過去我們都用公開招標 那從前年開始我們都用油力標 雖然這個價格高一點 但是品質都在改善 有嗎 我們現在大概全台這個廁所 應該有超過一百座以上 已經拿到地方環保單位的 那個簡單啊 那個我以前做過鄉鎮長 那個我們發很多啊 我要拜託你啊好不好 是是是 這個上下廁所問題 是一般旅客最大的痛 了解了解 拜託 廁所品質再要求一下好不好 好以上